在这里先给大家来一个错误的示范 然后可能大家平时会想到的打开URL的方法 就是使用application share的application 然后openurl 这个方法对不对 它这有一个铁丝我们看一下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讲 在我们使用扩展里面 我们可能会需要另外一个方式来打开URL 然后它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它会使用一个扩展的上下文 它在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叫个打开URL 然后我们现在来编译一下 OK我们现在运行看一下能否真的打开其他的app呢 好 好 现在OK了 我们再打开一下最后一个新浪微博 OK 打开了新浪微博的客户端了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打开QQ 同样可以打开OK 然后接着我们打开另外一个新浪微博 不支持的URL 说明我没有安装这个客户端 然后你看我们打开一下支付宝 同样可以 然后打开微信 同样可以 我们再回 我们再回个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添加的这些东西 这些URL 我们当你可能会问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自己的app 也增加这些东西呢 我们同样是可以的 我们会我在这简单的给大家增加一个 然后我们也能够能否打开我们自己的app 好吧 然后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在这个地方 增加一个URL type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下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它这里 它是一个树种 在这个地方 我们同样再增加一个叫做 scheme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增加一个名字 我就把它简单的称为 my my ex tension吧 我们就OK了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增加 我们现在再运行一下 我们就可以在最后一部分 打开我们自己的app了 OK 我们看最后一个 我们增加了一个my extension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能否打开我们自己的app呢 打开了 我们已经打开了我们自己的app 然后我再回个头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开发这个yget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第一个点 它就是控制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的控制呢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控制一个变量 在这个地方 控制它的高度 另外一个 在这里边使用的一些函数 我们可能会 而不是直接使用 我们会使用这么一个上下文来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这些数据的更新 我们还没有 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两个 它的两个可选的函数 第一个 我们是控制它的marking 另外一个 就是刷新的时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它的模板里边 很详细的 讲解了 它的一个回调函数里边 我们有 我们看它有几种形式呢 它的形式就是新的数据 没有数据或者错误 就是如 在这个地方 它 这个函数是 系统自动调用的 如果发现 如果我们的扩展 所显示的数据 有新的数据产生 那么我们这会使用 一个6 那么它就会自动使用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就会传进去一个 None 没有数据 这就是三种 这是 我在这个地方的功能 主要是我给大家写一下 确认是否需要刷新 扩展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函数 这儿 就是mangin这个地方 它主要是控制的是 主要是控制的是 Ygit的marking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可以传一个 0进去 uidg inset 0 OK 这地方传进去 我们现在 我们先变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Ygit的 Ygit 对齐的是在这个位置 并没有靠近最左边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改为0了之后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是否会变化 它的位置变到最左边来了 那说明它这个的功能呢 主要是来控制 来控制它的marking 四周的marking的位置 如果你的扩展 它需要显示到最左边吗 那你就可以把它显示到最左边 如果不需要呢 那么我们可以像其他的一些扩展一样 都在左边流出一部分的空白 这主要就是大概的一些 跟play这个扩展点相关的一些demo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点子呢 也欢迎大家扩展